在淮安热闹的老城之中 隐藏着一片碧蓝幽静的湖水 这里的地名按照老淮安人的说法 叫做天飞宫 而这网美丽的湖水 就是淮安著名的月湖 在这里生长着 淮安最具有代表性的一样本地食材 叫做菩菜 菩菜俗称草芽 也因为其形似蜡烛的花絮 被叫做水蜡烛 是一种常常都可以见到的水生植物 菩菜尽管不是淮安所特有 但是出自淮安月湖的天飞宫菩菜 名气确实是最大的 品质也确实是最好的 菩菜的采摘 直到今天 依旧保持着和几百年前一般的模样 采摘者需要潜入墨胸的水中 先用手在水下探寻可以采摘的菩菜 然后再用手中撞似柳叶般的小刀 利落地潜入水下 将菩草整齐地割断 而我们常吃的菩菜 其实就是这些经过手工剥离之后 如雪似玉般的嫩精 这最好的菩菜 外面的菩菜它发青 发湿 吃着麻 我们的菩菜它从玉里长得越深 这菩菜品质是越好 看上去就像玉一样的 洋黄似的 我们老百姓家家都会做的 都很喜欢的菜 叫菩菜炖肉圆 利用这个肉圆的肉则 但是菩菜吃着就更嫩爽滑 菩菜的吃法有很多 炒或者灰都可以 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的 就是一定要以清淡为主 突出菩菜本身的那种纯粹的清香味 在淮安 几乎每家每户都会制作这道菩菜炖肉圆 香气十足的一大锅 弥漫着淮安人满满的幸福 老百姓提到我们华安菩菜特自豪 而且就是特别喜欢吃 办事了 宴席上 桌桌要上 家里来什么贵宾的 来什么客人的 要买菩菜回来烧 朋友走了 在外地 最好的礼品就是菩菜 我们家里在这种菩菜 已经种了 到我这也第八代了 种了几百年了 这片老祖宗留下的土地 推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